改规则爆黑幕 内鱼综艺水好深啊 想不到啊 有一天在P哥的舞台上 会能看到这样的一幕 全场观众把黑幕喊得震天小 嘉宾也在旁边悄悄地起呼 这把呀 真的把节目组的脸皮都给撕下来了 其实能看到这样的一幕 还要从8月28号 P哥举办的巅峰挑战再开始说起 经过网络投票选出的8位哥哥弟弟 去挑战网系的榜单 哥哥组是王正亮 雅 李克勤 和傅欣博 弟弟组呢 则是石凯 有掌镜 胡夏和庆怜 李克勤率先出场 用月瓣小夜局 挑战第一级P哥舞台 达拉崩巴 要知道这场挑战赛 是吴修英的全赖舞直播 结果呢 李克勤的CD级唱功 最终以11票之差输了 这样的结果 在一开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此时呢 就已经有了黑幕之一了 大家可以自行比较一下 两个舞台的效果 而真正引发重怒的 是王正亮以4票之差输了 公布结果时啊 包括哥哥弟弟在内全场震惊 观众大喊黑幕的声音 那是压都压不住啊 李克勤跟石凯 还暗戳戳的跟着观众起哄 至于现场的观众爆料 直播时 现场仅一个区 就有十几个人 在王正亮唱完之后 才拿到投票器 导致呢 节目组很有空票的嫌疑 忙得阴踪呢 也不止一次 爆黑幕这档子事了 刚过去不久的歌手2024 一路播过来 也是风波不断的 开播时就因为 外国歌手实力太猛 而国内歌坛 没实力的呢 来了又没用的窘境 剩一个那鹰不干不干 偶尔呢 发挥的还不行 或有点晚节不保的架势 不过呢 当时大家伙玩玩鹰子的梗 也是挺快了的 但万万没想到 迪马西因为一句 忘关麦的话 直出节目的底线 迪马西在现场直播时 对着凡西亚说了句悄悄话 被耳聪莫名的网友 听了个清清楚楚 凡西亚也是一脸 接受良好的模样 大概早有心理准备了 这么一来呀 纳英最后歌王的分量就又跌了 虽然呢 迪马西后面也出来澄清了一下 称不是大家伙想的那个意思 他说的是凡西亚必须和一位中国歌手合作 总之啊一个单词之差意思相差万里 至于究竟是哪个呢 大家可以再听一遍 自行判断咯 只能说如果是真的 就显得我们太玩不起了一点 既然请来了外国歌手 起码也得有一点大台的风范 而且呢 凡西亚从参加节目开始就一直实力强健 深受观众的认可 要是因为实力排第四就算了 因为暗箱操作 那就实在丢死那个人咯 不过呢 不管是歌手还是皮哥 现场大喊黑幕这一场景 还真不是第一次见的 早在2017年的明日之子 就是毛不易出道的那个节目上 就已经出现了这一幕了 黑幕 黑幕 都改不住的 杨米吓得不敢讲话了 怎么回事 起码呢 是当时节目组啊 有一个二次元的选手叫赫兹 人是到不了现场的 唱跳实力是这样的呀 总之呢 可以说 他的存在就是极具争议的bug 别看人家是G水平哈 背后靠的可全是 重金打头的广告商金主爸爸 当时的规则呢 是要先推出九大厂牌歌手 然后在九人进行一一淘汰 选出三强 赫兹呢 就应计上了一个席位 九大厂牌竞争的时候 赫兹时不时就人气垫底 但又时不时的靠金主爸爸的 超能力起死回生 像韭菜老爷们 生动展示什么叫胳膊 拧不过大腿 他的存在呢 是连嘉宾都看不下去的程度 为了宣传那年花开 来当了其飞行嘉宾的陈晓 就很耿直的发言 表示不公平 但是他要是持续这样占一个名额呢 我感觉好像也不是太公平的 同样也是在这一期 薛之谦因为节目组 为了赫兹搞暗箱操作 而在直播现场公开爆黑幕 摔话筒离去 导致直播暂停了半个小时 不好意思啊 节目暂停一下 所以可能应该是个播出事故 对不起 我有话要 对于上一轮 非常抱歉各位 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赫兹输得太难看 所以要我投赫兹一票 现在反而让赫兹晋级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 今天 不是这个原因 导致任何一个人走 我持续 新推幻这个责任 虽然呢 这件事的结果 就是薛之谦成功撤回了 投给赫兹的票 而重新投票 但是那一场的赫兹依然没走 还反手送给了观众一场高血压 当时呢 节目组里有一个人气选手 叫钟亦轩 成为了最后要跟赫兹PK的人 由实施投票 决定去留结果 然后呢 你就能发现赫兹的票数 以一个很诡异的姿态 反超了 最终淘汰选手为钟亦轩 这比赛结果一出啊 大概除了节目组以外 所有人都不能接受 现场观众喊黑幕的声音 甚至能刺穿耳膜 张大大试图救场 并没有什么用呢 当时跟钟亦轩关系 最好的选手就是毛布衣了 也是一脸累啊 被问到有什么想说的 毛布衣那是憋着一肚子火 无话可说 当时的毛布衣已经凭借消愁 像我这样的人火出圈了 保赫兹还是保毛布衣 成了节目组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终于啊 节目组的脑子还是清醒了一回 轮到毛布衣跟赫兹进行淘汰PK时 赫兹终于走了 再不走观众都要疯了 所以呢 别看明日之子当年火出了毛布衣 有的呢 甚至遗忘性的把明依看成了选秀白月光 其实呢 当年也是黑幕满天飞的 不过也正是如此 会显得毛布衣这个冠军更有含金量了吧 另一个黑幕连连的著名节目 只要我说出名字 大部分宝子大概都要闻啦 那就是好声音 不仅有远近闻名的传译产业链 最传是选手可以高价买传译名额的哟 连导师都是节目组攻击人的存在 导师一动没动 诶 这椅子啊 他就自己转了 删切不 很尴尬 所以呢 不少在节目组里当过导师的明星 也是经常陷入节目漩涡 甚至被质疑 陈一迅为了以示清白 也是在其他节目上大胆爆料 有一个学员 那他唱OK的 不错的 但是未至于我按下去 到第四个十天左右 差不多最尾了 这把声音有点熟 真的 听到 我都会怀疑 究竟他为什么会出现 但是他呢 那个导演是有 叫我和拿英 我 哎呀哎呀 当然了 最心痛的还是李文 生前的一段录音曝光后 才发现节目又多黑 李文的录音能听出来 节目组的规则是没有公平两个字 可以把高分的选手淘汰掉 也能为想要捧的选手两身定制规则 由此可见 节目给导师的尊重都少的可怜了 更别说选手了 虽然好声音也走出了一些实力强劲的歌手 可办到最后啊 初衷已变 听办才是最好的结局吧 嗯 不得不说啊 内娱这些年的比赛综艺 似乎总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节目办的红红火火 实在私底下的心眼贼也多了 把粉丝当韭菜 把观众当猴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求一个公平成了一件很难的事 感谢观看